位于干旱的西北地区 天水这座城市 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那么它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呢 水资源又从何而来呢 敬请关注 思路上的古城第三集 得天独厚化天水 天水在辉煌而漫长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上 发挥了重要的门户和驿站作用 以宽广的胸怀迎接东西千克骚人 吞吐南北流通货物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的实施 思路文化在这座城市 身上的烙印更加清晰 驰名中外的麦基山石窟 便是思路文化在天水 辉煌而灿暗的印记之一 丝绸在思路文化中 也占有不可缺少的一席 而在传说中 最善之私的女子 就是天上的织女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 与天水可谓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这个传说与天水之间 究竟有哪些联系呢 天水这座城市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将带领我们走进一座座思路古城 讲述那一缕丝绸串起的千年历史 一条驼陵古道踏出的传奇故事 敬请关注思路上的古城第三集 得天独厚化天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天水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一首 祝旦岳乐队 怎么说的呢 条条牵牛星 敲脚和汉女 仙仙着肃手 扎扎 弄积住 终日不成章 气气 明如雨 和汉清且浅 相去复及雪 盈盈溢水间 默默不得雨 他说的是 天上的牵牛星和和汉女 也就是痴女星 他们相爱的故事 但是呢 他们隔着这种和汉 所以不能相见 痴女呢 终日以泪洗面 可以说是 持尽了先思之苦 这个传说呢 在我国的民间流传很久 也很广 天水以外的其他地区呢 也都广为流传 那么到底 牵牛星与织女星的传说 最早起源于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 把天上的银河 称作和汉呢 在天水这个地区啊 在四五千年以前 就有人类居住和生存 我们最早的人文师祖 福西氏就曾经在这一代活动 而且开创了我们早期的文明 到两千多年以前的 先秦时期的时候 秦人的祖先 也在天水这代生活 他们主要生活在 汉水的上游地区 这个秦人的祖先里面 有一个女性祖先 叫女修 女修呢 非常善于纺织 心灵手巧 据史书记载啊 这个女修啊 有一次到了郊外 到郊外的时候呢 看到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鸟鸾 也就是鸟蛋 她无意中呢 她就吞吃了这颗鸟蛋 后来有了身孕 生下了秦人的另一个先祖 叫大叶 这个大叶呢 就带领秦人的先祖 在汉水的上游这一带 开展早期的农业 男耕女之啊 采丧养残 所以就奠定了秦人 这样的一个基础 后来发展到秦始皇的时候 逐渐强大起来 统一了六国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 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也就是秦 那么秦人的先祖 在汉水这一带生活 水呢 被看作生命之源 也是一切万物之源 那么秦人呢 就对这个汉水 充满了敬意 而他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光看夜空 在晴朗的夜空之中 那个银白色的光带啊 他们就联系到了 他们的汉水 把他们这个 观测到的银白色的光带 也就是银河 称作汉 或者说叫河汉 天汉 所以银河被这样命名 它有这样的一个来历 而秦人的想象里面呢 又把银河的东边 那个成三角状分布的 一颗大星 和两颗小星星 称作织女星 以纪念 他们的人文先祖 女修 战国时期又有了千牛星 所以到两汉时期的时候 在我国的民间呢 关于织女星和千牛星的传说 就逐渐逐渐地在演绎 后来呢 就演绎成了这样的一个民间故事 说在天上的银河的东边 住着天地之女 这个天地之女 非常善于纺织 织出来这种天衣啊 云景 来装饰美丽的天空 闲暇的时候呢 她就和其他的六姊妹 所谓天上的七仙女啊 到银河里面沐浴 嬉戏 而在那个时候呢 传说天上的银河 与地上的一条河流相连着 而且天地也是相连的 所以呢 就出现了传说里面的 另外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牛郎啊 说牛郎生活在 一条大河的旁边 他当时呢 父母嫂王和他的哥哥嫂子 一块生活 但是哥嫂呢 不怎么待见他 跟他分门利户 就分了家了 分了家以后呢 牛郎分得了一头老牛啊 过着辛苦的生活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头老牛呢 是一头神牛 有一天晚上 老牛就告诉牛郎啊 说你晚上的时候 到附近的大河去 你会看到 天上有一群仙女 在那里面沐浴 然后呢 你把其中那个 最漂亮的一件衣服偷走 然后等到七仙女啊 洗完了澡 沐浴更衣的时候呢 织女就发现 自己的衣服没有 无法返回天宫 后来呢 就见到了牛郎 又知道了牛郎 辛苦的绅士 感到牛郎也非常的夯厚 所以呢 就与牛郎结为夫妻 在人间 过起了男更女之的生活 这在民间流传很久啊 当然故事有很多版本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传说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 关键的环节 就是天上的银河 与地下的一条大河相连 而且牛郎呢 就住在这个大河的附近 所以才能够到大河边 偷走织女的天衣 那么这条大河 是人间的哪一条大河呢 就是秦仁 他们先祖生活的这个汗水 因为秦仁的先祖生活在这里 所以呢 他们这条河流呢 就充满了敬意 而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之后 他们就把生活的这块区域 称作天水 这就是天水这座城市 他得名的一个来历 当然我们今天翻看地方制的时候 关于天水的来历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 比如天河注水 这个湖泊 无论是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 什么季节 湖泊的水面都不变等等等等 但在所有关于天水来历的这个传说之中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传说 有根据 而且富有传奇色彩 也最容易被当地的老百姓 所接受 其实呢 在天水室内 不仅仅 汗水发源于天水 而且呢 黄河最大的滞流 渭水 在天水境内 也有多条 一级滞流 而且在天水室呢 又有大量的湖泊 潮泽 所以整体上呢 虽然甘肃省是属于 钢旱缺水的省份 但是天水的水资源 却非常的丰富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 只是思路传说中精彩的篇章之一 丝绸之路牵起的 沿线人民的爱情故事 数不胜数 在甘肃天水麦基山 便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相比 这个故事更为悲情 且男女主人公 都是历史上 真正存在过的人物 并且贵为皇帝 皇后 那么他们是谁 他们之间 究竟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在甘肃天水的 东南这个地方 有一座孤立的山峰 它是一个巨大的石块 高百鱼帐 这个石块远远地望去的时候呢 它的形状是上空下缩 而中间大 所以远远望去的时候呢 有点像 我们农村的老百姓 在卖收的季节 堆起来的这个脉垛 所以呢 形象的取名为 麦吉山 在麦吉山呢 开凿了很多的佛教的石窟 但是呢 由于这个麦吉山 是一个巨大的石块 非常的陡峭 所以就为 麦吉山石窟的开凿 可以说是 给它带来了不便 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呢 麦吉山石窟呢 有两百多个洞窟 有各种造像 七千八百余尊 那么这些造像 是如何开凿的呢 在天水的当地的民间呢 流传着这样的一句 迷谣啊 说是 砍进南山柴 修起麦吉亚 这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的时候 麦吉山这个地方呢 森林和植被非常的茂密 木材非常的多 所以在开凿 麦吉山石窟的时候呢 当地就利用了 丰富木料 从平地搭架子 就像我们今天 盖楼房用的脚手架一样 只不过 古代的时候是用木材 搭的这个脚手架 把它搭到 相应的要开凿的 这个佛刊的这个位置 然后开凿 佛刊 石窟 在里边呢 进行各种塑像 和笔画描绘 等到石窟开凿完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木架给拆除 然后呢 架设全空的天梯 通到相应的佛刊 那么在古代 为什么要在麦吉山这个巨大的石块上 来开凿佛教石窟呢 自从这个张谦呢 通西域之后 到了两汉之际 佛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 传入我们国家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到 很多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 就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分布的 像西边的东黄的墨高窟 还有你像 向东丝绸之路延伸到的 洛阳的龙门石窟 都是这样 只不过 与其他的石窟寺不同的是 由于天水这个地区啊 没有做过都城 所以在石窟寺开凿的时候 就比较多的 具有了民间性 或者说是世俗性的这种特点 我们下面要说到的 跟一个爱情故事相关的 开凿的 这个佛教的石窟 就与这个特点 有密切的关联 在一千多年以前 在北方的草原地区 兴起来一个游牧民族政权 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 叫北魏 北魏它的都城 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个山西的大同 后来在孝文帝时期 把都城从大同迁到了洛阳 孝文帝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 极大的推动 黄河中下游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和各民族的融合 但是呢 它的改革 也遭到了一部分 亡固派的反对 同时呢 孝文帝尤其没有解决好 他之后的这种政治稳定 和政权交接的问题 所以孝文帝去世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北魏这个政权呢 就分裂了 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 北魏有一个大将 叫余文台 控制着关中平原 所谓的关隆地区 手握重兵 他呢 雍立孝文帝有一个孙子 叫袁宝聚 在关中这个地区 建立了一个政权 历史上呢 就把它称为西魏 而袁宝聚呢 就是西魏的蝶魏皇帝 就是魏文帝 年号大土 余文帝呢 就以大丞相和驻国 大将军的身份 实际上把控西魏的政权 而袁宝聚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傀儡皇帝 当然傀儡皇帝不好做 关键的时候呢 当不了家 这样就为袁宝聚 与他的妻子 依乎世之间的 这种帝王的爱情 埋下了祸根 我们这里呢 就来说说这个依乎世 依乎世啊 他的先祖也是先卑人 原来的时候呢 生活在青丧高原这个区 后来呢 归附了北魏 依乎世 他们这个家族很不简单 归附北魏以后呢 就与北魏的皇家 建立了密切的联姻关系 世代联姻 这个伊福氏 在整个的北魏政权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美人 而且他在洛阳生活的时候 大量地接触汉文化 知书 达理 在伊福氏16岁的时候 就嫁给了孝文帝的孙子 袁宝俊 与袁宝俊结婚之后 两个人相亲相爱 感情非常融洽 到了他25岁的时候 西魏政权建立 那自然而然 这个伊福氏就成了 西魏的皇后 一国的国母 成了皇后以后的伊福氏 又怎么样呢 史书上记载 这个伊福氏做了皇后之后 仍然保持了 非常低调的生活作风 吃的饭食 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 而且从来不穿 绫罗绸缎 也不佩戴那些美裕 那些金银的装饰品 对手下人也非常地仁慈 所以就更加得到 魏文帝 元宝俊的敬重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北方的地区 草原地区有兴起来 另外的一个游牧政权 就是柔然 柔然这个政权呢 到了阿纳归时期 非常的强大 佣兵十八 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西魏政权 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为了搞好和北方的 柔然之间的关系 当时魏文帝和元宝俊商量 就想和柔然进行和亲 和亲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 从周朝开始到汉代 一直都是中原王朝 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 取得政治上妥协 弱化这种政治军事冲突的 一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当时余文帝和元宝俊商量 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当时西魏的 一个画正公主 是一个宗室女 就嫁给了 这个柔然的克汗 阿纳归他的弟弟 叫塔汗 但是很显然呢 这个力度不大 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不足以完全谎和西魏 与柔然之间的矛盾关系 所以后来呢 余文帝就提议 让元宝俊 跟阿纳归的女儿 再结亲 柔然的克汗阿纳归 有一个姑娘 叫玉九吕氏 也已经满了十四岁 还没有嫁人 余文帝就提出来 让元宝俊娶 玉九吕氏 那克汗的女儿 这样一来呢 柔然与西魏的关系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 这样的一个提议 却让元宝俊 却让元宝俊 非常的为难 为什么 他毕竟 与伊福氏 已经有十来年的 这种夫妻关系 两个人相濡以沫 夫妻感情 那又非常的深 玉九吕氏过来 你总不能让他 当妃嫔吧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那么谁当皇后 就成了问题了 所以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元宝俊 经历了非常复杂的 一个煎熬的过程 但是 我们前面说过 元宝俊 其实是傀儡皇帝 西魏的大权 握在 余文泰手里 所以在余文泰的压力之下 元宝俊 无奈 就做出了选择 迎娶 玉九吕氏 这个时间 是在西魏建立的第四年 大统的四年 五百三十八年的时间 然后正式地把玉九吕氏 立为正宫皇后 那伊福氏怎么办呢 按照当时的规矩 就须发维尼 让他进入到 长安的一个皇家寺院 过起了这种 孤寂的 伴着清灯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 伊福氏虽已成为废后 与清灯皇眷为伴 但他还住在都城 这让柔然公主十分不满 他害怕元宝俊 与伊福氏旧情复燃 就逼迫元宝具将其发配外地 无可奈何的元宝具 只能任命儿子五都王 为秦州刺史 与伊福氏一同离开京城 前往天水 在思路文化的浸润下 天水迈基山石窟 见证了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足迹 这让一心里佛的伊福氏 对那里充满了向往 来到天水迈基山的伊福氏 并不知道 他在见证思路文化的同时 也将融入其中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天水这个地方 应该说与西魏的都城长安 是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 它没有长安的防华 但是天水这个地方 气候湿润 环境优美 民风朴实 尤其是天水有一座 麦基山石窟 这是伊福氏非常心仪的一个地方 也是久以仰慕的一个地方 他以前也没有来过这 所以伊福氏来到天水之后 就到麦基山进行拜业 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暂时地 对他的心灵的创伤 其实是一个遗址 心理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平静 在天水 他就这样的过了两年的时间 整天到麦基山去礼佛进乡 所以日子很平静 但是过了两年 从长安来的一道诏书 又给他带了杀身之祸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伊福氏到了天水之后 这个袁宝具呢 当时与玉九女士之间 很难培养起来感情 当时的玉九女士才只有十四五岁 可以当袁宝具的儿女了 所以两个人之间 感情不是很深 他一直对于伊福氏念念不忘 所以私底下就派了人到天水 给伊福氏传去秘址 让伊福氏重新续发 等待有朝一日的时候 得到机会 让伊福氏重返长安 当然我们说 这个事他做得很秘密 但直立毕竟包不住 后来这个事呢 就被玉九女士知道 玉九女士知道以后呢 就非常的生气 你感觉到 这个袁宝具根本没有 很好的来待见他 怎么办呢 当然他首先想到的是 把这个事告诉我爹 来给他的父亲 柔然的可汗 阿纳归 报告了这个事 阿纳归一听也非常的生气 你袁宝具 不待见我的姑娘 就是看不起我 你不是拿我阿纳归开涮吗 他心里很不高兴 不高兴之后 那么就带领 十万柔然的铁骑 进攻洗卫的 北部的边境 一直打到了夏州 夏州这个地方呢 在今天陕西的 这个禁边县这一段 而且扬言要进攻长安 袁宝具很快就得到了 这个消息 他的心里的斗争 应该是十分十分激烈的 心里面也接受了煎熬 这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人生过程中间的 一个两难 其实人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江山和美人 一边是西魏的江山设计 另一边是他相濡以沫 十多年的恩爱的妻子 选择哪一个 选择爱妻 可能江山就丢掉了 选择江山 可能爱妻就没有性命 我们说要是一般人 我们可以说要美人不要江山 但是袁宝具 他是个皇帝 所以最终 在无奈之下 他做出了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用颤抖的手 写了一道诏书 让在天水的依浮室 自尽 这道诏书呢 很快就到了天水 到了依浮室的手里 依浮室得到诏书之后 可以说是五雷红领 当时就与他的儿子五渡王 暴徒痛苦 他没有办法 皇命不可为啊 在这个时候呢 依佛氏反而平静了下来 平静下来之后呢 把一些后世交代交代 然后呢 面向东方的长安 跪在地下 进行祈祷 希望自己的丈子 西魏的魏文帝 元宝剧 能够通过自己的一死 能够保证 西魏江山社稷 这种永存 也能保证 元宝剧的后代子孙 能够长享太平 天下的老百姓 也能够享受和平的生活 祈祷完了之后 走进一间五子年 蒙被死尽 这个时间 是在西魏的大统六年 公元的五百四十年 而这个时候 依佛氏只有三十一岁 依佛氏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五度王 可以说是痛不欲生 把眼泪都哭干了 人死不能复生啊 所以他就想到 怎么样能让自己的母亲 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呢 他就想到了 他母亲在生前经常去的 麦吉山石窟 所以呢 亲自主持就在麦吉山石窟 开凿了两个洞窟 一个洞窟是今天 排号第四十三的 第四十三窟 这个窟里面呢 放依佛氏的灵鹫 那今天呢 我们把它称为祭灵 或者叫卫后灵 另外紧挨着 第四十三窟的 就是开凿了第四十四窟 这个第四十四窟呢 就是五毒王 供养他的母亲 依佛氏的一个师傅 在这个石窟的正壁 也就是在这个正壁的 主刊的位置 专门雕刻了一个坐下 我们可以看到 双鬓入耳啊 肌肤润泽 长裙呢 非常自然地放在底下 面容呢 显得很放松 而且我们在看 他的眼睛 可以说是双目 饱含深情 温宽柔顺 而且呢 面部微笑 所以很多人 到这个石窟看的时候 就把这尊佛命名为 东方的微笑 五毒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认为他的母亲 一服侍 在生前的时候 贤惠 仁慈 宽厚 辅佐他的父亲 治理国家 而且去世之前呢 也没有怨天忧人 所以他相信他的母亲 即使在九泉之下 也是能够瞑目的 也是含笑九泉的 所以专门雕刻了 这样的一个作戒 其实啊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 佛教就已经中国化了 很多中国的佛教石窟 都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 某一种心愿来塑造 所以呢 很多佛教的造像 就去掉了冷冰冰的 远离人间的那些东西 多了一些可亲可敬的 这种内容 而在麦吉山石窟的 七千八百多座 各种造像之中 这种情况 应该说是最为突出的 所以呢 它就凸显了 这种佛教造像的 这种民间性和世俗性 这说明了 麦吉山石窟所在的 天水这个地区 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 一种特殊的形式 也就是把它 中国化 加入中国元素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繁华 才造就了麦吉山石窟 让它成为 彰显丝绸之路文明的 活化石 厚重的丝路文化 汇聚了不胜美举的 丝路故事 而以福士的故事 也只是万千故事中的一个 就在以福士去世两百多年之后 中国历史上 一位伟大的诗人 来到了天水 在见证丝绸之路的繁华 与传奇的同时 也为丝路文化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这位诗人是谁 他在天水书写了 哪些不朽的故事呢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到 我们整个中国城市 发展的一个历程 你会注意到这样的一种现象 进都在长安的政权 当发生内乱 发生大的动荡的时候 帝王往往向西北的天水 宝鸡这个地方逃亡 这地方如果没法再待下去了 就逃到四川盆地 成都平原那块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一方面 四川之路开辟之后 西北地区的宝鸡天水 这个区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区域啊 它地域广阔 有广大的回旋空间 而且民风彪悍 容易急需力量 东山再起 大诗人 杜甫 也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避难 来到了天水 杜甫的老家呢 它本来是在河南的 巩溢 今天属于郑州 后来呢 在长安做官 安事之乱之后呢 避难来到了天水 它在天水这个地区呢 待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它发现这个区域呢 与它所在的中原地区不同 与都城长安也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的气候 这个地方的民风 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用它的笔触 用诗歌 把天水的民俗风情就记录下来 其中有一首诗 它这样说的 你们看 这个葡萄和木须啊 都是当年张千通西域之后 从西域带进中原的 在这个时候的天水 有很多的种植 说明天水是思路重镇呢 同时天水这个地区 又有枪女 又有狐儿 又有骆驼 完全是一幅 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西部风光化剑 给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当然呢 杜甫毕竟是逃亡来的 来了之后呢 他又家里面兄弟姊妹 就断绝了这种往来 也没有信息 所以他也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啊 他说 这个区域由于战乱 所以是兵荒马乱的 另外一方面 他自己的家人又断绝了来往 没有得到阴信 去出去的书信 长期没有回音 这首诗表达了 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 特别有名的是 路从金叶版 越是故乡 久违传送 当时杜甫在天水停留三个多月 他本来啊 是打算长期在这里居住下去 这个地方又有他的朋友 赞公和尚 又有他的一个侄子 叫杜佐 而且呢 杜甫在这里 还用少量的积蓄 买了几亩薄田呢 这说明他已经喜欢上了天水 本来在这地方 打算长期住下去 但是后来呢 史书记载 三个多月之后 这个杜甫呢 又离开了秦州 也就离开了天水 然后去到了成都 为什么呢 其中呢 他有一首诗 也说到了这个原因 他说 此棒俯要冲 十孔人是仇 应结非本性 登临未逍遥 表面看起来 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热闹 来来往往的人太多 而杜甫呢 又不喜欢应酬 不喜欢迎来送往 所以呢 他才离开了这里 但是我们从反面来看 杜甫的这首诗 正好反映了 天水作为思路重振 他的贸易的繁华 人员来往的频繁 杜甫虽然最终离开了天水 但是他在天水呢 留下了一百多首诗歌 是在他走过的 所有的城市里面 留下的诗歌 第二多的 最多的是成都 留下了二百六十多首诗歌 说明了他对天水 这座城市的爱恋 这些诗歌 今天也成为天水的宝贵 文化一首 我们今天呢 在说某一个区域的时候 说某一个区域得到了上天的眷库 我们往往用 得天独厚 这个词来清明 比如说像人间天堂的苏杭 像曾经做过古代都城的 长安 洛阳 开封 南京 北京等等 但是说到这里 我们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有这种感觉 天水这座城市 毫无疑问 也是一座得天独厚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 它的福西文化 它的牛郎织女文化 它的麦吉山石库文化 它的诗歌文化 而这些文化呢 后来通过丝绸之路 也逐渐地向外传播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天水 它的知名度 天水这座城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我们将继续沿着丝绸之路 西上来到黄河岸边的 一座城市 所以请看下集 《思路要经》 黄河岸 谢谢